佛門網 佳佳有本常念的經 第十五集 如何處理至親的離世 大家好 你們現在收聽的是 B頻道Channel B的 佳佳有本常念的經 我是演揚師傅 是的 我是全登師傅 大家好 登師傅 你今天挺好的吧 都不錯 不錯就是好了 我們每一天都有一個好字開始 是的 但是有些人 可能經歷了某些不開心的事 尤其是家人 有親人離世 曾經有人問過 如何去面對親人離世的傷痛 我相信在電腦旁邊的朋友 都有面對過這個問題 不如我們問問楊師傅 楊師傅 你有沒有試過自親離世的傷痛 我想你這個問題 問哪一個都答一定是有的 是 這個世界沒有哪一個人 身邊是沒有自親離世的 問題就是 她離開了我們之後 我們怎樣處理呢 是嗎 你問我有沒有自親離世 有 我最近一次 是我媽媽媽 媽媽在四年前 離開我們 是 當時離開了 很突然 我們是完全沒有任何準備之下 她走的 那是很突然 那時候大家的心情 是否很悲哀呢 一定 再加上媽媽很痛惜我們 很照顧我們 整個家庭 在爸爸不在這裏之後 就是她維繫 個個以她做終點 整個家庭 我有十兄弟姊妹 很大家族 那麼多兄弟姊妹感情都這麼好的 是有賴媽媽的教導 我爸爸又很和愛可親 所以她兩個人 將我們整個家 那麼多兄弟姊妹都教導得很好 當她突然之間離開我們 那分鐘是沒有人接受到的 我相信這份打擊 或者可以說很深刻 人生很大的傷痛 電腦旁邊的你 可能都曾經有人經歷過 當我們在當下 不斷地想起我們這個親人 過去跟我們怎樣相處 怎樣開心 甚至怎樣去關懷我們的時候 很自然的那種傷痛就會湧上來 我們怎樣去超越這個傷痛呢 怎樣去向前望 而不向後望 非常好的問題 你這麼會問話 在超越傷痛之前 我們首先要面對我們的傷痛 處理好這個傷痛 我們才可以超越 這是一個過程 面對的時候 我們聽過很多佛教徒說 如果有親人離開的時候 不可以哭啊 你聽過沒有 聽過 但是我想更正一點 不是不可以哭 如果你說不可以哭 他會將那份悲傷 哀痛壓抑 如果越壓抑的時候 就越糟了 他在心裏面 越埋越深 當自己沒事 因為他不可以在那時候 第一時間適當地抒發出來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 其實佛教不是叫我們不可以哭 我們一定要有少許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不是不可以哭 而是不要對親人的遺體面前 呼天闖地地哭 你明白嗎 你一定明白 明白 電腦旁邊的你 明不明白我這個分別呢 其實我們看過很多講劇 如果我曾經看過 就說 哎呀你為什麼 扔下我們 為什麼 就拉著他 所以如果這個 剛剛往生的人 剛剛走的親人 他還在那裡 是嗎 鄧師傅說他還在那裡 是說他的神識 意識還在那裡 他就會很不捨得我們 他就不會說 真的很安心地上路 根據西方醫學 和善中學科的人 東西方都可以證實 特別是佛教 就可以證實一個人 當他呼吸停了之後 神識其實還在那裡 他呼吸停了之後 西方就說靈魂 我們就說他的中音身 他是會向上升 停留在他的遺體上面 即是還在他離世的空間 那裡 在那時候 還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他還意識到 有一個意識就是 習慣性地 他想回到他自己身體 或者是看他身邊的親人 所以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 太過悲傷 太過刺激 或者太過大的動作的時候 會令到他難捨難離 但是死亡在他來說 已經是不可以改變的事實的時候 他不知怎樣去做 不知怎樣去做的時候 他很徬徨 他也很傷痛 他很無助 在這個時候就會阻礙他 向前走 如果我們在某個情況下 我們真的命不該絕的話 在這個時候 如果對方知道 或者有個機緣的話 我們又會打亂他 我所說的命不該絕 是有些人 我們古今中外也有人 斷了氣之後會回頭 你聽過沒有? 有聽過 那你又見過沒有? 沒有 我都沒見過 我也是間接地聽過 但那些人又說 當斷了氣的時候 那些時候 很大部分人 就向著一條時光隧道 很黑的隧道 前進頭有一點光 他一路向前走的時候 每個人遇到的就不同了 有人就會遇到 有人跟他說 你不要走 不要向前 回去吧 有人就說 你走錯路 走過另一條路 他好像自然而言 不是前 就是退後 於是他前面不對 他不是退後 在這樣 等等不同的機緣之下 他就會回來 是 如果 如果某些人 他真的有這樣的機緣 這個是極少數的 萬宗億宗 都沒有一個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太過傷痛 聲音太大 動作太大 就會關擾他 明白嗎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無論他很順利地往生了 或者他真的命不該絕 我們都為對方著想 為我們最親最愛的人著想 我們都在那個時候 要抑壓我們那種過度的傷感 抑壓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可以流眼淚 可以哭的 可以輕輕 正常情況下 人哭的時候 你忍的時候 總有一些抽汁的聲音 這個不要緊 但是不要大叫大叫大跳 或者在地上打滾 去撲條絲 拔他起來 就是制止這一類 太過劇烈的動作 其實很多人 除了親人 他離開的那一分鐘 甚至那一兩天的 這種傷痛之外 可能他的這個傷痛 會延續很長的時間 比如說可能一年兩年 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就是這樣相比 其實我們又看到身邊 有些朋友 真的他現在 可能已經過了幾個月 甚至一年的時間 他還是在那裡哭 抱起那一刻 甚至是和親人相處的 那一段美好時光 其實他一直想的是過去的事情 這個當然是很自然 但是我們要不知道的就是 我們小時候的這個親人 已經是開展了一個新的生命 這個我們很難叫他不好 通常這些 有時候他不止一年 有些人一生人 我認識有一位朋友 媽媽往生了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來 三十幾年前 媽媽住的那間房間 枕頭那些被泡 都還是依舊 擺設都是依舊的 他沒有辦法將他忘記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他自己做一點心理治療 不可能其他人抓他出來 是 因為他會沉醉在那段 誓去了的親情裏面 如果是現代人 有親人離世之後 你又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對王者來說 我們一定要看 我們要給一點點理智自己 理智是什麼呢 對王者 你一定要知道 無論你任何宗教信仰 你如果是佛教徒 你會知道 他已經開展了另一個生命 等師傅你剛才已經說了 但是如果他不是佛教徒 他是其他宗教 他都有他的去處 通常你可以去到天國 或者你去到其他你想去的地方 都應該是去了 如果你經常不斷地 用眼淚來回憶他 對他有什麼好處 我們必須要為對方想 我們做的對他有沒有好處 他如果真的去到他想去的地方 可以很肯定 比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捱世界更加開心 更加快樂更加幸福 他已經得到他的解脫了 我應該替他開心 無論在公在先外 都不可以用眼淚 去太過浪費我們的生命時間 你應該一想到 這個沒有價值的 對他來說沒有價值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萬一你的眼淚 真的流那麼久的話 只可以證明一件事 你過去生或者在這一生人裏 跟這位親人的關係 那個緣分好深 如果你是只懂得哭 只懂得傷感的話 對方收到的是什麼 他接收到的 負面的信息 負面到怎樣 就是哭和傷感 如果他真的在第二個世界 我們從常理來說 天天聽到一些電波都是哭的 對方知道了 你說會不會安樂 會不會快樂 不會 所以我們要為他作想 我們一定要盡量盡量 知道他去了一個好的地方 我們不應該 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 反過來對我們自己 對我們自己 有哪一個人是不用死的 不用很久之後 我們都要走這條路 這條路是必然的 每一個人都要的 為我們自己 我們有很多人生 還有很多責任 身邊還有很多很多人 要我們照顧 或者我們被人照顧 我們被人照顧的時候 人家看到我們那麼傷心 對方會不會開心 如果我們要照顧人的話 我們只懂得追逝亡者的話 對我們對在生的人 也是一個不好的結果 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 我們都知道 理性上我們知道 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 克服自己 袁師傅 我們曾經聽過你在 《兒童癌病基金》 那裏講過一個講座 叫做《你沒有離開我》 在這個講座裏面 你講到一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雖然我們的親人走了 但是我們要將他的 譬如說 一生人裏面做的好事 或者他有一個懷緣 他做不了 我們將這個懷緣 或者他做的好事 繼續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去延續 可否請你說多一點點這方面 這個是很正面的 也很積極的 其實不是我說的 我見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我將他變成文字化 有很多人已經用行動去做 譬如他知道自己的親人 那個人是很有愛心的 他很有愛心 他突然之間去世 或者他病的時候 他們已經為他準備 捐出他自己可以用的器官 這個就是滿對方的遺願 知道怎樣才是對方好 他將對方的一切捨棄 寫出來 讓對方的生命 在別人生命更加延續 這個是第一個 在別人身上延續 第二個就是 如果對方有一個好的性格 我舉例子 好像我媽媽 很善良 很樸實 很勤勞 當他離世之後 我知道這幾個 是他一生人很大的 性格上的特點 我要我媽媽的生命 在我身上延續 所以我在他離世之後 比以前更勤力 對人更慈悲 明白嗎 明白 就是加倍 很刻意地 將對方在這個世界上的責任 和他個性上的優點 盡情加倍地 在自己身上培植和發揚出來 無形中 我們是否用行動 或者可以說用生命 去將對方的生命延續 他真的沒有離開過我們 所以很多人 他捐出親人的器官的時候 他有一種割捨 捨離的大心大怨 他會很心甘理得 知道在這個世界上 他自己自親自愛的人 還在這個世界上 一路一路流轉 多好 是啊 這個真是一個 很積極的做法 還有說到第二點 親人離世之後 我們還要很積極 投入自己的生活 去繼續我們的生活 其實這裡 我也看到 有些人 他們的親人走了 他們專注的是 在這個 逝去的親人 這個事實裡面 甚至每一天都以女洗臉 還有想起 和這個逝去的親人 過往的那種相處 甚至他走的時候的情況 那就不斷不斷 這樣輪回那個傷痛 但是他失去了 或者忘記了他周邊更多的其他事情 譬如他還有其他親人 還有其他子女 甚至他自己的健康 他都忘記了 是啊 你說的就是 他不斷回憶壞面過去 和他相處的快樂片段 美好的時光 但是還有一個情況出現 就是他後悔 內疚 自己在生的時候 沒有對他很好 或者錯過了很多事情 沒錯 兩種情況都有 如果這兩種情況 驅使我們的情緒 他只是懂悲傷的話 一個親人離世 已經令整家人悲哀了 好了 如果再加我們一個 再生的人 只是懂得 不斷回憶 不斷懷念 而不懂得 珍惜我們現在自己 珍惜我們身邊一切的人 機緣的話 糟了 這一份相同 加倍又加倍 沒有人可以彌補得到 哪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離世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彌補到 不可以改變這個事實 唯一改變的就是 我們看清楚 對方為什麼會離開我們 無論他因病也好 天災人禍 意外 甚至乎被人傷害 而離開這個世界也好 如果我們能夠靜心一點看 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好好學習 反省我們自己的機會 為什麼我說好好學習呢 每個人就算被人謀殺 為什麼在被人傷害這個親人的生命裏面 我們是一個學習機會呢 我們看看他這個人 自己的親人 和對方結告是什麽緣 有些是好的緣之下 無緣無故被人害到 人又沒有錢又沒有 於是或者是親手還被人害賣 或者是自己了斷等等 我們會反省到 我們要大眼識人 我們要珍惜 要懂得分清善惡對錯 這是一個好學習的機會 如果是因為意外的話 我們又要看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意外 或者無緣無故的意外 發生在我們身上呢 是不是我們平時有些事 我們疏忽了呢 有些事我們是不是會 可以留心知 可以避免得到呢 如果真的不可以避免的了 好了 這一份傷痛 這個不幸 突然發生在我們身上 如果我們都能夠承擔 我們能夠面對 我們能夠處理得到的話 我們接下來的日子 還有什麽 我們是處理不了呢 很多樣的事 我們可以由負面 由消極 將它變成積極 每一個事情的發生 其實都是給我們一個好的機緣 看看我們自己 檢點回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可以再有力量 再有信心 重新再上路 你自己呢 家裡有沒有人離開 令你的情緒 或者印象很深刻呢 不知道是榮幸或者不幸 其實還沒有 可以 我有阿公阿婆 他們已經離世了 我那時候還是十幾歲 所以 但是對我的印象很傷痛 不是 所以 親人 爸爸媽媽都還在 但是我看到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的親人離開了 是怎麽去處理 怎麽去面對 尤其是楊師傅 怎麽去面對媽媽離開的情況 其實自己都是在學習中 真正去面對的時候 那才是最大的考驗 我自己認識的朋友裡 最深印象的就是 有一位朋友 一年 四位至親離世 哇 四位 好厲害 四個一起離世 是 在相隔兩三個月 兩三個月 到在 他來說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之前 一家人 有快樂 亦有磨擦的生活 但是轉眼間 一年之內 只剩下自己一個 只剩下自己一個 那他怎麽去面對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當時我鼓勵他 你有沒有上班 他就說 暫時休假 如果你暫時休假 你當是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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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不小心 你走上來中心探望我們 他真的聽話 輕輕走上來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出現 一聽到人聲 他開始覺得很煩 他心裡很煩 我知道他情緒是一個很大的波動 他煩我們就鼓勵他 你上來一陣子也好 一陣子就跟他說 如果你有事做 你出去做 那他又斷斷逐逐 但是他很聽話 他聽話就是堅持什麽呢 盡量不把自己混在家裡 如果一個人在一種極大的人生挫折裏 他把自己藏起來 很難再走出來 因為他只是在那個時候 只能夠面對到自己 而他一習慣成自然的話 他根本上的情緒 或者甚至說 甚至心理已經出現一個障礙 他要再走出來面對人 很吃力 還有很可能他已經 再轉去另一個牛角尖 出不了 出不了不僅 他會見到人的時候 他會有一種很大的抗拒 排斥 甚至乎是親恨 不只是逃避 所以我們是一路鼓勵他 他就算沒事做也好 下街買水果 買少許東西 他說他那個時候 連午餐都不想出去 又不想去買菜 那你吃什麽 他說雪櫃有什麽吃什麽 買兩包餅回來 然後倒杯水 倒杯水 所以那個人干瘦得很厲害 那我當時叫他 不要啊 如果你不想煮不要緊 樓下附近有快餐店 好好 大排檔好 你必須要下去 買少許東西自己吃 那因為在食物那裏 他是會一個很大的接觸的傷痛面 以前就是媽媽煮給他 是 跟家人一起吃 所以他很逃避 現在只是自己一個因 所以我們要很懂得處理 我們那個身邊發生一切的時候 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東西出現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 剩下來 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到底想要怎樣的結果 你到底想要你自己怎樣 這個是很大的前提 是啊 當我們如果真的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最重要不要躲在家裡 真的自己一個因 怎樣也好 走出來 或者找你身邊的朋友 可以幫到你 怎樣也好 不要自己躲在家裡 死者意義 我們珍惜好自己的生命 才是愛惜 懷念對方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